借手机给侄女玩游戏 结果收到16万账单 然后就再抽一次又再玩手机游戏的 一定对这种我要抽到王的心里感同身受 但孩子啊孩子又亮丽而为 基勇是一名20岁的女学生 很爱玩手机游戏 我要玩我要玩 但还没出社会的她买不起智慧型手机 用智障型手机很心伤 她的姑姑看了不忍心 把手机借给她玩 甚至导致了大悲剧 女学生疯狂地买游戏点数 月底姑姑收到账单竟然高达16万 差点清晕的姑姑跑去质问女学生 女学生认了姑姑也欺诈了 两人对布公堂最后检方一诈欺罪嫌 对女学生申请简易判决 董新闻连亲戚都做不成啊 不如下一次 Music by 把它牙花 Munni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